魏晨阳上場比賽前 伊朗籍教練Reza親吻額頭的耐目 透過轉播放送出去 事後Reza教練說 這是一個賽前儀式 把兩人的心拉得更近 魏晨阳人穿亞運後決定退休 除了長時間訓練和控制體重 讓他身心俱疲之外 在國家隊的精神支柱Reza教練 將在亞運後返回伊朗 也是他決定退去戰袍的原因之一 因為就是我在裡面都是 全心全意就是只有Reza教練 在幫助我訓練啊 等等之類都是只有靠他 然後既然他不在我想說 有一半是因為他也不在了 所以我就待在左營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可能現在他很害怕 在這次的訓練 我跟他訓練回來 我希望他回來了 Reza教練認為魏晨阳說的只是氣話 希望他在未來繼續奮戰 把目標放在禮樂奧運 師徒倆的互動 在每一回合間短短的休息時間內 好感情透過小動作一覽無遺 和魏晨阳之間的羈絆不是三言兩語能到盡 亞運後反台的十多天 Reza將回到伊朗 或許下次在國際賽場碰上 他已經是敵對教練 但我們卻不會忘記Reza為台灣和魏晨阳所做的一切 亞運採訪團 郭仁春 採訪報答